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这个形状 这个棋形在死活里面是非常常见的 各种教科书上都有 黑棋怎么样来做活 黑棋下1 很少见的 在围棋里下的并不多 现在下这步是正确的下法 只要下出来 你就可以看到上边一只眼 左边一只眼 这块就活了 如果不下这步 下在这 现在白棋就点21 这个是要点21 黑棋再弯 白棋斑 这个形状就是死棋了 将来白棋吃的时候 收棋 把全盘所有的节菜补光 全部补光 这时候再接 这时候再打 这样黑棋就要死了 黑棋现在只有提 黑棋提完之后 白棋一点 黑棋现在只有扑这步 白棋提 由于全盘的节都补光了 这时候他就没结材了 没结材的话 黑棋就死了 下步白棋 等于呢 黑棋连走两手都没用在全盘 所以白棋就可以把它吃掉 所以这个棋呢 就是死棋 一点 那这个就是死棋 这个就是注意在别处呢 不要出现一个双活 比如在别处出现个双活 那就有一点麻烦 如果这儿出现一个双活 这时候白棋呢 就要做出一个选择 比如这儿有个双活 现在如果白棋在外边 现在这是一个双活 在这个局部 黑棋有三个 那是直的 这样一个双活 那全盘呢 白棋呢 这个双活呢 是补不掉的 白棋现在补不掉 白棋补不掉 那棋具下完的时候呢 这个棋就得跟人家说 就说呢 我呢 这块棋不要了 吃这块 那就是基本上就实战解决 现在补不掉 那黑棋呢 等于有这个结 铺 这个结补不掉 所以只要有双活 那这棋就得继续下 下完 把这个全吃起来 看看会下成什么样 这个双活呢 白棋可以不要这几个 因为黑棋呢 始终有一个结 这个结是补不掉的 这个结补不掉 如果呢 白棋损失小一点 那就是白棋在里边 那黑棋在外边 这样损失小一点 这个也补 这样可以 因为这样黑棋呢 没结 这样是可以的 所以要注意 比如这个样子 那这个黑棋还是死的 因为黑棋在这没结 白棋在这有结 所以双活要注意 你要注意看是个什么样的双活 有的时候呢 比如这样的棋 也是要实战解决 你要实战不说 你如果实战不说 那他到时候呢 是不行的 比如这样的棋 那你也要说清楚 这棋你要哪边 因为黑棋呢 这有一个结 黑棋这个结 那跟这个谁大 那他谁大的事 他就不管了 那最终的白棋 你要说清楚 你要吃这个 还是放弃这个 但是说呢 黑棋呢 这个打完 给人家提了 再活这个 究竟便宜不便宜 这都不是规则的问题 像出现这种问题 那最终呢 都要下 你得把结材补干净 你也 黑棋也补 白棋也补 把结材全补干净 全部完之后 还是要继续下 你究竟该怎么办 这些下 是有一块双活的时候呢 这个盘胶取尸 并没有死掉 根据情况 还要继续下下去 那这个形状 需要利用这个 一弯一点 这个棋形呢 还有类似这个样子 这个形状 现在白起来看 怎么来杀 你普通的走 那他肯定活了 搬一搬 搬一搬 这时候他是活棋 那现在要杀 那就是这儿是要点 搬这边也不行 搬这边他一搬 也是活的 那这几点 这个是要点 还是要走这儿 如果接 你就搬 接就搬 那他利 就搬 黑棋如果打 这是死棋 这是个盘胶取尸 所以白起一点 这块起 就死了 我们看有没有其他的变化 如果弯这个 白起爬 这下呢 接 他扳 挡不着 你挡他长 这是个盘胶取尸 你全收完气之后呢 白起可以下这步 所以这样也是死的 要注意就是 扑 这步是没用的 无论是接了 再扑 白起 白起一定不要提 白起如果一提 给他一打 你现在 不能接了 紧的气也没用 现在接呢 他一提 这都静活了 因为你再点 他扑 你现在你提了 他从这儿打 他从外围打 这样接不住 所以这块呢 就成静活了 所以点 他立 你爬 这个没有 那他接 你扳 他如果扑这个 你一定要从这边爬 所以这起是死期 他打 你长 弯这个不行 不然这个你有断 他不然你接 所以这个其实死期 这是 大致是 这一类的形状 那都是这种形状 一点 这个死的 所以呢 白起就要设法 让他最终走成这个形状 那就是点 如果接 你扳 这样就死了 搬这边 搬这边 都一样 都是死 但是搬这边 他扑 没用 扑你提了 是没有用的 但是立这边 接你搬这边 他立这个爬 扑这个 是不行的 白起提是不行 白起单爬 那挡住的话 一长 所以这个期呢 还是死期 这是脚上 这个形状 这个形状 只要记住这样 活这步 就可以了 那有关四个形状呢 还有其他的 我们再来看 一些其他的形状 核心 还是要设法呢 走出个直四来 要避免盘角取四 比如这个形状 现在呢 黑起走 走哪都活了 黑起呢 走这步 最好 这样能活出五目来 那么下面就看 那白起在这一带该怎么活 怎么来吃他 外头打 他接住直四 这是黑起的目标 总是活了 那白起就想我来破坏他 比如扑一个 感觉不错 但是不能他不能接 接呢 你就把它提了 但是次序呢 有些问题 你铺这个 他提了 你再打吃 他现在接住就不行了 接住呢 是个直三 但是现在呢 他可以点 现在呢 他可以 做 这样称打结活了 打这个接 还是打结活 那就是你扑 他提了 你打 他一做 这样就成打结活了 那白起呢 还是想 有没有更好点的办法 那就是单点 还是走二一 这步 这是好奇 你吃的时候 这时候他再扑 这样就比较简单了 这样也就死了 他不能接 接上你提了 那他也不能提 提了你打吃 这样子 所以一点 那点的时候 黑棋没有办法 黑棋呢 如果团这个 团外头 那白棋爬 爬也行 爬也行 这棋都死了 爬呢 从收器说来 爬好一点 因为你如果点接 你接 这样会落后手 你如果爬 黑棋接 这样白棋是先手 如果黑棋打 你跑完了一点 这样眼位差一个 这样呢 刚才眼位是四 现在眼位是三 那差一个眼位呢 和将来对上 是有关 所以这棋 养成了爬的习惯 这两手爬的感觉好 打的感觉不好 打完了 虽然在这个局部 实际上是一样 但是 有些情况下呢 就只能爬 打就不行 所以现在呢 是死器 点这步 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 我们再继续来看几个 和这个呢 有点相似 就是 这个形眼位 它在这边 这个形状跟那个 这是一样的 这个形状基本上是一样 吃法呢 也差不多 那还是要点 这是一样 那它打你出 所以只要这个 只要这个呢 没有团上 这个形状都是死的 也是点这步是死的 那扑还是不行 扑完了一打 还是个打结活 所以这七点是死的 这是这个形状的 两个形状 那还有 还有一个形状呢 就是这样的 立的这边 这个有长短 现在呢 白棋要吃黑棋 还是这个棋型的 都是类似 你不能打吃 打吃它一接 让你扳它挡 这样是四个 那肯定是活了 那你扳 先缩小眼位 它只有挡住 你再扑 也不行 扑它提了 你打它一做 那还是个打结活 所以扳完了 你先压缩眼位 再点 这是常见的下方 它打这个呢 就可以扑了 那这是 这个 这个棋型 这个棋型呢 没有 没有到拖鞋 比如再多一个 也没用 这棋扑 它始终呢 接不住 始终接不住 这是注意 所以这个形状呢 一般 一般 一点 也是死的 其他的 只立两个的 黑棋呢 在这一代 还有其他的 那就是立下 如果这边眼位不够 那有的时候呢 那还是有 有办法的 我们来看这个形状 这边立到底 暂时恰度 那不厚一点吧 比如这个形状 黑棋呢 如果看的眼位不够 有的时候就要想别的办法 比如现在 团 这是没用的 团挤 那头没用 因为它有个加 只要眼位明显不够 充眼位都不够 那么如果做眼 做这个 它有充 不要打 如果打 一挡 这样黑棋呢 是个打结活 但是它可以充 白棋可以充 对白棋一充呢 它眼位就不够了 现在 做不上 因为它团这个呢 给白棋可以打这个 所以这个形状 黑棋挡 眼位做大了 那白棋如果打 它接住 这样四个 这样就活了 所以挡 很大 那白棋还是点 这不是要点 那它只有挡 确保这个眼位 一接一爬 不行 所以它就确保 这 这时候扑 提 这不一定要提 这不一定要提 提完之后 再扑 黑棋不能提掉 黑棋如果提掉 一打 这棋就死了 所以黑棋不能提 这时候黑棋呢 就要接住 那白棋现在提了 那白棋提完之后 成了这个形状 那这个形状呢 黑棋也打 这样就活了 这是利用一个倒脱靴 来做活 就是眼位不够的时候 黑棋呢 要设法呢 把自己呢 撑大一些 撑大一点呢 才有希望 那就是这个形状 挡 挡是活气 这个形状呢 如果是这样的也行 有这类形状 都差不多 全是要挡 全是要靠这部挡 来做活 把自己眼位做大了 看的眼位 怎么也不够 因为一团 一家 走别的 怎么也不够 那就只有挡 当他点的时候 你挡这头 这都是一样的 下方铺 他提 这是常见的一些形状 他铺这个 一定要接这个 这样就活了 他现在提 提了之后 扭个大 这是怎么样来确保 在这边的来做活 下面呢 我们来继续来看 一边能收气的时候 还这个形状 现在呢 黑旗呢 要设法来 怎么样来做活 一边呢 有一边没有 先来看这个形状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 一边紧着气 一边松着气 现在来看黑旗呢 怎么样来做活 那么如果接 肯定死了 因为接的轮白旗走 白旗一般肯定死了 这时候就要想着来做眼 怎么样来做活 利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利它有个点 利这边它有个点 你现在如果接 后手死了 这样不行 不能接 利 它小尖 断也行 尖也行 这两个都可以 断好一些 所以这起死了 你扳它打 所以利肯定不行 利这边也不行 利这边它也是点 点这个 你接它一 接住是后手死 这个形状是死的 所以就要考虑虎 那虎就是虎哪边的 如果虎这边 那它有个点 你现在只有坐眼利 利呢 它有个断 这是个经济独立 这个脚上呢 现在是死了 所以这个形状 就要虎这边 这是正经 看好位置 虎对就可以了 虎这边白旗如果点 这个黑旗呢 可以 弯这步 现在 现在白旗呢 就不能断了 现在白旗不能断 现在白旗断了 给它吃了 它这地方呢 是入气的 正好能入气 所以这样 不行 那这个形状 虎 虎这边 那就是活旗 这类整个的一个盘角取四呢 就见的比较多了 那基本上呢 就是这样 在边上 边上的一个是点这儿 一个是点二二 一个是说呢 从外围的来破 是脚上了几个常见死活的一些常见的用法 那么盘角取四边上的思路呢 我们基本上就讲完了 一个是直四 一个是直四 直的四个 一个是弯的弯的四个 这个我们就基本上讲完了 是一些把常见的就讲完了 那有很多呢 是不常见的 我们放在那以后讲 那现在这些旗形呢 必须呢 熟悉 就是实战中呢 对这些形状呢 必须很熟悉 这样呢 才可以 很熟悉 那比如这样的旗 那怎么做活 那这气紧着的时候 那这这个形状就比较常见 怎么做活 那就是虎 对吧 他点这个 你立这个 这个形状呢 就要比较快 那走别的 那被他一点 这肯定就死了 那被他一点 肯定是长 有的时候再长的时候 也在长 在长也是 你再走 那给他一点 这气都是要死了 接他半 这眼位呢 都不够 这只要注意呢 这个形状就可以了 把这个形状呢 比较熟了之后呢 以后做别的题呢 也就容易 容易一些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给大家讲呢 刚才讲的是四目 那么接着来给大家呢 来讲六目怎么办 那就是当他摆成六个的时候 讲六目 这是个基本的形状 那就是这个形状呢 当他围住 这是活的死的 按照围棋的 活棋的理论呢 围六目呢 就活了 这是围棋理论 先有一个概念 那特别特殊的情况下 才是死的 因为呢 从我们知道呢 围一个就不用说了 对吧 围一个是死的 围两个是死的 围三个要看谁下 这一点还是死的 围四个 那四个的死棋就两种 这些都是活的 这些是活的 那死棋两种 一个是这个方色 一个呢 叫钉四 是这个形状 这个是死的 五个的死棋 有两种 一个是叫这个 叫刀霸五 还有一个呢 叫梅花五 那梅花五的形状呢 是这样 这样的是死的 所以是两个 这样五个的死棋 两个 四个 五个有死棋 四个有死棋 那五个的梅花 刀霸五呢 是最常见的 那是这个形状啊 最常见 一般做活的时候呢 紫呢 都下在三线 所以三线呢 你来围的时候 经常就围出 如果不够六个 经常呢 就围出一个刀霸五来 所以围五个眼围不够 那必须围出六个来 那这样就活了 那必须围出六个来 那六个的死棋 只有一种 那就是这个 那这个叫葡萄六 那这个是葡萄六 这个没有 这个形状一点 它是死棋 因为这个 当它团团围住的时候 这个棋就不活了 黑棋不能走 那白棋通过走 白棋走 那白棋走 白棋再一下 这个就变成刀霸五了 黑棋不能下 所以葡萄六的死棋 就这一种 这个是死棋 但是这个死棋呢 由于呢 做活的死呢 都下在三线上 而在三线子呢 是靠广用三线子 在边上 摆不出葡萄六来 你怎么摆也摆不出来 葡萄六是摆不出来的 这不 这只能摆出百六 百六呀 其他的六 要想摆出来 那就上七了 只有上了七 才能摆出来 葡萄六 所以说呢 大部分理论上呢 那就是六个呢 就是活起了 只要围上六个 就是活起 那么我们下边来看 脚上呢 更是 围六个 来看这个形状 当被对方围住之后 那这个是活的 还是死的 这你就要区分 先来看 都紧住气 这情况 这是活的死的 全部紧住气 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全部紧住气之后 如果在中央 那当然还是活的 如果在中央 那还是活的 但是在脚上 就要死了 在边上也是活的 只有在脚上的时候 可以点这一步 这样是死期 点这一步 那黑棋呢 只有加 要想做活就加 但加呢 它可以挡 你现在这一步不入气 因为你下这一步呢 它就把你提了 这样可以把提 你这一步是下不进去的 你这一步下不进去 那这一棋呢 就死了 点这一步 黑棋走别的不行 那黑棋拐 那就一粒 这是个刀霸五的形状 所以里头呢 是死的 那就紧住气 一点 这个气是死气 是完全紧住气 如果松一气 那就这个形状了 不管松哪边吧 如果松一松一气的时候 那就不能点这一步了 松一气呢 如果点这一步 这时候它可以加 你挡下去 打 由于松的一气 那它这气呢 就是活的 当然 无论松在哪 都一样的 这气呢 它是可以吃进去的 所以松一气 那它点法就不一样了 不能点这个 不能点这个 那就只能点一二 点这步 它顶 长 这气扑进去 形成打结 没有活 但这个结呢 黑气比较轻 于白气打赢结之后呢 也就是接住 只有接住 那接住 它一提 你还这点 它扑 成了打结活 当然直接打外头也一样 就是接就没有意思了 因为接更不好 你如果接呢 黑气还不见得 马上提 所以接更好 打赢结 那白气只有打黑气提 这就相当于 这就是一个缓气结 缓气结 那就是松一气 是缓气结 你点它就顶 长 它扑 松一气就缓气 缓气结了 如果松两气 那这气就是活气了 那松两气 你看现在松的两气 松的两气的话 你点 它顶 长 那黑气扑 现在你提了 它可以从外头吃 现在是松的两气 现在一打吃 黑气活了 因为白气呢 就接不住 这样就是活气 这样呢 就知道 只要不是特殊情况 这样全井柱 那基本上就是活的 因为比如全井柱 这个气呢 是死气 点这个 全井柱气 松一气 那就已经是个缓气结了 由于呢 你可以判断出来 这块黑气呢 肯定不会大 如果大了的话呢 不可能被气都紧住 所以这块黑气不大 不大的时候 这个缓气结呢 就很小 你顶它长 现在这个从关子角度呢 就很小了 因为我们讲关子的时候 讲过 如果你现在 黑气扑 那白气提 就开始打结 开始打结 如果黑气打赢 黑气打赢 从关子说来 黑气打赢的话 不管外边 打赢的话 黑气得六目 那白气打赢 白气得打 那白气还得提 那白气打赢呢 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四目 白气打赢 是得十四目 一二三四目 十四 加这一目 十五目 白气打赢是十五目 黑气打赢是六目 什么这块气呢 就二十一目 二十一目 那这个二十一目呢 这个缓气节 本身节呢 是只有它的三分之二 那缓气节呢 那只有它的一半啊 那这个气呢 就很小了 这一手气的价值呢 非常的小 一共呢 才二十一目 它就一半 只有十目半 那这些十目半的价值 所以非常的小 跟一个斑赢差不多 所以这个打结的价值呢 就很小 那这种情况呢 黑气呢 就经常呢 纵然这个情况呢 也就经常不补了 是个缓气节 这是在关子阶段讲的 点 顶 长 就出 这个价值非常的小 这个价值非常小 十目的样子 那我们接下来呢 再来看 这样呢 先有一个印象 如果完全围住 只有紧珠器的情况 那是有问题的 这是个死气 那空一气 只要是空一气 这个脚呢 就可以不补 因为它的价值呢 非常的小 只是个缓气节 如果空到两气之后 这气呢 就基本上就活了 这是对你 对六个的一个感觉 那六个呢 只有脚上 六个只要收完整了 只有脚上紧 紧满气的情况 有问题 如果在边上 在中间是都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在边上 你可以看出来 那是没有问题 纵然外气都紧住 你在里边点 你点这个 它走这个 你走这个 它顶这个 这都没问题 如果在中央 那就更没问题了 因为中央的子呢 你都连成一片了 中央的子连成一片 那就更加的没有问题了 这样呢 你对这个六 板六 就是六个 有一个概念 只要不是葡萄六 只要在中央有问题 在边脚 葡萄六呢 都出不来 这样呢 在围棋里 一个重要的概念 那就是围六木 这棋就活了 这是围棋里 一个重要的概念 因为在中间呢 很少出现葡萄六 只有边脚呢 才会出现 而边上也围不出来 脚上也围不出来 所以这个棋呢 六木是活棋 这个概念呢 一定要呢 记住 这是一个围棋里边 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今天这一讲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